美國國務院發表2014年到人權報告 在香港部分提到最重要的人權問題 是市民透過自由選舉改變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 報告指《基本法》限制了市民透過自由選舉改變政府的能力 人大831框架被支持民主的人批評是不民主 很多專家評估佔領運動期間 香港警隊使用的武力是專業而恰當 然而非政府組織觀察員和記者都對此表示擔憂 又說學生領袖黃之鋒、周永康和岑奧輝被捕 被人批評是有政治動機 又提到有片段顯示去年10月15日曾建超被7個警員侵犯 報告又指本港言論自由受到限制 在過去一年傳媒表示面臨越來越多挑戰 包括《明報》前總編輯《柳津濤愚集》 大部分媒體公司因為公司在內地有商業利益而自我審查 我自己能批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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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每個紀錄的地 dado